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名叫武安君 今年已经五十多岁 在这开铺受财已经二十多年 武安君做工实在 从来不偷工减料 用的都是上等木材 棺材做得特别结实 他认为这棺材相当于死者的房子 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 才能对得起死者亡灵 方圆几十里 只要一提起武安君做的棺材 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所以受财破的生意特别好 平时 谁家要是有点小活儿 都会请武安君帮忙 他从来不会收钱 时间一长 大家都叫他武善人 这一天 武善人上街买东西 见前面围着一群人 都在焦头接耳地议论什么 他走过去一看 只见地上躺着一个衣衫蓝绿的妇人 旁边跪着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 他正在放声大哭 娘 你赶紧醒醒 别吓唬我 男孩哭着说道 可是无论他如何哭喊 妇人也不见半点动静 武善人上前一瞧 发现妇人早就没有了气息 身体已经开始发凉 孩子 别哭了 你娘已经死了 武善人说道 那男孩一听 哭得更加厉害 拉着妇人的胳膊说 我不相信 娘 你赶紧起来 男孩的哭声撕心裂肺 惹得一旁的人都悄悄抹泪 孩子 告诉爷爷 你的家在哪儿 武善人对男孩说道 我们已经没有家了 男孩儿哭着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 这个男孩名叫周福 家乡发了大水 父亲被洪水淹死了 他和母亲一路逃荒到这里 由于饥寒交迫 母亲身染重病 没成想死在了他乡 大家十分可怜这个孩子 在众人的帮助下 武善人出了一口棺材 将男孩儿的母亲安葬了 周福跪在众人面前说道 多谢叔叔大爷们 你们的恩情我永远会铭记于心 说完 给大家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孩子 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学个手艺 将来也好养活自己 武善人对男孩儿说道 周福点头同意 于是就留在了他的寿财铺 和武善人一起学做棺材 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干活的时候从来不偷懒 一晃功夫 周福来寿财铺已经十年 做棺材的手艺也是相当好 武善人已经将近七十岁 这人一上年纪 就干不动体力活了 就把寿财铺交给周福打理 他自己回乡养老了 临走之前 武善人叮嘱周福 做棺材一定要用心 不能偷工减料 必须把棺材做得美观皆实 周福点头同意 对武善人说道 爷爷 请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给您丢脸 武善人听后 放心地离开了 从此以后 寿财铺由周福一人打理 他谨遵爷爷的教会 踏踏实实做人 认认真真做生意 有一天 寿财铺来了一位客人 是镇上苏老园外的孙子 苏老园外已经有九十高龄 儿孙们想提前为他准备一幅好棺材 要求用上等的摆木做 但寿财铺没有摆木 因为一般的百姓都用沙木做棺材 苏公子说 你只管上山去巡树 到时候我派人给你砍下送过来 周福说道 既然公子这么说 我就去山上跑一趟 苏公子谢过周福 转身离去 第二天 周福天不亮就起床 随便弄了一点饭吃 就来到了镇子南的狮虎山 这座山山高里面 里面有好多飞禽走兽 应该能寻到上等的摆木 周福兜兜转转一天 终于发现了两棵老摆木 用来做棺材正好 眼看天已经不早了 周福急忙下山而去 走着走着 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周福跌了一脚 他爬起来一看 又吓得瘫坐在地上 只见眼前是一堆白骨 骷髅头看起来阴森恐怖 他不由地打了个哆嗦 赶紧站起身来 想离开此地 走出几步之后 他又折了回来 对着那堆白骨说道 你也够可怜的 死后却朴实荒言 既然碰到就是缘分 我还是把你掩埋了吧 周福说完 折了一根大树枝 在附近找了一块松软的地儿 尖尖地挖了一个坑 又将尸骨移到了土坑里 他刚想埋土 又觉得有些不合适 这尸骨入土之前 竟然连件衣服也没有 于是 他脱下了自己的长衫 盖在了尸骨上面 然后又用土掩埋 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 转身离去 等周福回到寿彩铺的时候 天已经大黑了 他赶紧做了点饭吃 一抹嘴就躺在了床上 一天的奔波令他劳累不已 时间不多就进入了梦乡 周福一觉睡到了日上三杆 他赶紧起床来到苏府 让苏公子派人去砍柏树 柏树砍回来之后 周福晒了好长时间 才开始做棺材 因为这样做出的棺材 美观又结实 七天之后 周福终于把棺材做好了 苏公子非常满意 当下就结清了银钱 令人把棺材抬走了 晚上 周福一人饮了点儿小酒 正准备睡觉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这大晚上的会是谁呢 周福边想边去开门 只见门外站着一个姑娘 身上披着一件长衫瑟瑟发抖 公子 我去投亲路过此地 没钱住客栈 能在你家借宿一晚吗 女子说道 周福本想拒绝 因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实在不合适 但转念一想 这也都深了 如若把姑娘赶出去 碰到坏人该怎么办呢 于是就把姑娘请到了屋里 让她睡在自己床上 她在外室打地铺睡 第二天早晨 她敲了敲姑娘的门 准备让她起来吃饭 可是半天也没有反应 周福只能壮着胆子推开房门 可是屋里没有姑娘的影子 床铺也整整齐齐 好像根本没人在这睡过 周福猜想 可能是姑娘 趁着她做饭的时候走了 于是 她就自己坐下来吃起来 刚刚吃完饭 还没来得及收拾碗筷 就有人来买棺材 这人周福认识 她就是王帝主的管家 前几日 王帝主的老婆刚死 也是从这里买的棺材 大哥 前几日刚买了一口棺材 今天又是给谁买呀 周福随口问道 你哪儿这么多事儿 问这么多干什么 管家美好气儿地回答道 周福见管家生气了 于是不再多问 他们挑了最薄的一口棺材 给了钱就抬着就走了 到了晚上 周福刚想上床睡觉的时候 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 他很是奇怪 这两天到底是怎么了 每到夜里就会有人敲门呢 他急忙开门一看 站在外面的还是一位姑娘 大哥 我被哥嫂赶了出来 能不能借宿一晚 周福叹了口气说道 好吧 今晚你睡内室 我在外是打地铺 这姑娘是千恩万贤 第二天一早 当周福起来的时候 发现姑娘已经做好了饭菜 屋子也收拾得妥妥当当 当初和武善人在一起的时候 每日都是周福做饭 想报答武善人的恩情 不想今日 却有人把饭给做好了 她顿时感觉到一丝家的温暖 这姑娘告诉周福 她叫云儿 因为不小心打碎了嫂子的浴灼 被他们赶了出来 吃过饭以后 云儿忙着洗刷碗盆 并没有要离去的意思 在这里一住就是好几天 一转眼 云儿已经在这儿住了一个月了 每日帮周福洗衣做饭 打理家务 周福竟然喜欢上了这种日子 一日 吃过晚饭之后 周福对云儿说道 既然姑娘无处可去 可不可以嫁给我为妻 云儿一听 顿时羞红了脸 点头答应 周福高兴无比 赶紧上街置办东西 回来又忙着布置新房 看着周福笑容满面的样子 云儿心里也跟吃了蜜一样甜 三天之后 在邻居们的见证下 周福和云儿拜堂成亲 大家高高兴兴地吃完喜酒 方才渐渐离去 从此 周福有了暖被窝的人 感觉生活无比甜蜜 干起活来也金头十足 脸上终日挂着笑容 这一晚 夫妻二人温存了好久 才渐渐睡去 正当周福做美梦的时候 忽然感觉有人推她 她睁开眼睛一看 竟是之前借宿的那个姑娘 依然披着那件长衫 姑娘见她醒来 赶紧说道 大哥 快点起来把被子叠好 带着嫂子躲进棺材里 晚了就来不及了 姑娘说完之后 就要转身离去 周福赶紧说道 姑娘 你把话说清楚再走 那姑娘不再搭理周福 直接就消失了 周福一着急 一咕噜从床上爬了起来 才发现这是一场梦 周福觉得很蹊跷 但还是照做了 她连忙把云儿喊起来 二人快速穿好衣服 又把被子叠好 然后躲进院中的棺材里 刚盖好棺材没多久 院子里就闪进了两个人养 他们是翻墙进来的 二人鬼鬼祟祟地进了屋子 却发现床上什么都没有 于是 二人又来到院子里转了一圈 一人说道 屋里怎么会没人 是不是提前跑了 另一个人说道 不可能呀 周福怎会知道 我们今晚要杀他 这下惨了 云儿和周福都找不到了 王帝主肯定会打攒板子 那人又说道 二人没有办法 只能又翻墙离去 他们所说之话 被棺材里的云儿和周福 听了个满耳 但院子里没有了动静之后 二人才打开棺盖 从里面爬了出来 云儿一进屋 就跪在了周福面前 哭着说道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骗你 周福是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赶紧扶起云儿说道 你别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赶紧告诉我 女儿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说起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原来 云儿自从一出生 就被父母卖掉了 鸡精转手 在云儿十二岁这一年 又被卖给了王帝主家做丫鬟 云儿自从生下来 就每过一天好日子 从小吃不饱穿不暖 还要受到非人的虐待 每天都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由于平时干得活儿又脏又累 再加上营养不良 一直长得瘦瘦弱弱 像一棵弱不禁风的小草 被卖到到王帝主家之后 他处处小心谨慎 干活特别卖力 从来不敢偷懒 深得地主婆的喜欢 就让云儿做了他的贴身丫鬟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都交给云儿去做 地主婆之所以喜欢云儿 是因为云儿不喜欢八戒男人 以往身边有几个丫头 总是有意无意地在王帝主跟前晃 王帝主又是个老色鬼 眼睛贼溜溜地盯着看 地主婆又岂不知他们的心思 还不是想接机上位 做地主的小老婆 那些曾经有过坏心思的丫鬟 都被地主婆给收拾了 不是被卖到别家做下人 就是被卖到了清牢 一个也没有好结果 云儿有了地主婆的庇护 日子比起原来要好许多 最起码不用挨饿受冻了 这日子一好 人也就舒心了 身体竟然变胖了些 俗话说 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到了云儿十八岁这一年 已经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 终于有一天 她入了王地主的眼 王地主没有想到 当初那个柔弱的丑姑娘 竟然出落得如此水灵 于是心里就蠢蠢欲动 无奈地主婆是个奇管言 王地主平时只敢多瞄几眼 从来不敢有非分之想 云儿日子过得倒也安稳 可是前不久 地主婆忽然得了重病 没有几天时间 就一命无哭了 王地主哭得死去活来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感情多深呢 平时 云儿常陪在地主婆身边 这人刚一走 云儿竟有些不适应 总觉得有些害怕 睡觉的时候 不由得会想起一些鬼神传说 这天晚上 云儿躺在床上 依旧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就在五更天的时候 忽然听见拨动门栓的声音 吓得她赶紧坐起来 握住了枕边的剪刀 门枝丫一声响了 闪尽了一个黑扬 谁 云儿害怕地问道 云儿别叫 是我 那黑影说道 那黑影说道 云儿一听 是王地主的声音 连忙说道 老爷 这天快亮了 有事儿吗 也没事儿 就是怕你胆小 过来陪陪你 王地主说完 直接坐在了床上 你不要乱来 我手里有剪刀 云儿惊慌失措地说道 云儿 别这样 让老爷今天喜欢你一次 改天我娶你为小 王地主说完就扑了上来 老爷 太太才刚刚去世 你这样做不合适 云儿说道 别跟我提那个母老虎 要不是她阻拦 我都能娶好几个小老婆 现在还不是死在我手中 王地主得意地说道 原来 这么多年来 地主婆一直不让地主纳妾 因为地主婆娘家有钱 王地主一直很怕她 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 便新生了一个恶毒的想法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她都亲自下厨 给地主婆熬一碗安神汤 又在里面加了慢性毒药 这种药毒性极小 很不容易被察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体各个器官就会衰竭 地主婆整整喝了一年 才送掉了性命 今天这话由王地主亲自说出来 云儿着实震惊 毕竟是几十年的枕边人 为了讨小老婆 竟然将地主婆亲手杀死 令人不寒而令 趁着云儿发呆的空 王地主又扑了过来 云儿赶紧挥动手中的剪刀 一下就刺了过去 王地主拿胳膊一挡 剪刀顿时划伤了她的胳膊 疼得王地主呲牙咧嘴 云儿借机推开王地主 光着脚就跑了出去 王地主在后面紧追不舍 这个时候天已经微微亮了 云儿见前面有条小河栏路 眼看王地主就追上来了 他一头就扎入了河中 可是云儿不会水 在河里扑腾了几下 就沉到了河顶 尊礼起早干活的一个小伙 正好经过这里 他急忙跳下水去 把云儿救了上来 可是云儿已经没有了气息 王地主为了掩人耳目 只得叫人把云儿抬了回去 并且买了一口薄棺材 对外声称 地主婆死后 云儿非常害怕 精神失常跳了河 开关的人走到半路的时候 突然听到棺材里传来唱曲声 那声音哀怨惆怅 听的人直起鸡皮疙瘩 众人直说闹鬼 扔下棺材就跑了 回去把这事儿和王地主一说 被王地主痛骂了一顿 只能硬着头皮回去 这时候却发现棺材空了 只能把空棺材埋在的地里 王地主知晓后 也觉得奇怪 既然这棺材空了 那就说明云儿可能没死 他究竟去哪儿了呢 原来当云儿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 棺材旁站着一个女子 那女子身披长衫 对云儿说 姑娘 你只是枪水晕了过去 现在已无大碍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那人会收留你 随后 那姑娘就把云儿 带到了寿材铺 晚上 王地主派人来杀州府 肯定是发现自己躲在这里 因为前两日 自己上街买菜的时候 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 可当时并没有在意 其实云儿猜得没错 那日管家来镇上买东西 正在街上看见云儿 然后一路尾随 才发现他在州府家里 又和邻居一打听 才知道云儿已经嫁给了州府 他赶紧回去 把此事告诉了王地主 州府听了云儿的诉说 赶忙问道 送你到这儿来的那个姑娘 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但他把自己的事全都告诉了我 他说曾经在你这儿住过一晚 云儿说道 是他 州府暗自说道 是的 说起来 他也是一个苦命的女子 云儿接着讲述女子的故事 那女子名叫阿子 是青楼的一个名记 后来被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看上 二人私定终身 无奈轻楼的嬷嬷不同意 于是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二人就私奔了 当走到一座山里的时候 男人原形毕露 杀死了阿子 原来 男人和阿子交往 就是为了骗他的钱财 阿子被杀死之后 男人拿走了他身上所带的金银珠宝 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阿子死后 由于没人安葬尸骨 不能去地府 他只能四处游荡 终于有一日 他寻到了那个傅新郎 傅新郎正用他的钱在青楼销魂 他怀忧美人 吃饭喝酒都有人伺候 看他的样子 毫不得意 气得阿子紧紧咬住了嘴唇 傅新郎吃饱喝足 跌跌撞撞地走出了青楼 姑娘们满脸陪笑 嬷嬷也客气得很 直说下次再来 阿子一直悄悄地跟在后面 等傅新郎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阿子吹了一口气 傅新郎一下子跌倒在地摔死了 阿子冷笑一声 随机而去 前不久 周福去山上寻找柏树 无意间发现了阿子的尸骨 在埋葬之前 把自己的衣服盖在了尸骨上 周福问听 恍然大悟 怪不得那日见到阿子 他身上只披了一件长衫 而那件长衫又很眼熟 原来那衣服就是自己的 今晚托梦之人 也是阿子姑娘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王地主知道我还活着 肯定会来找麻烦 云尔说道 不如先去我一夜武善人那里 躲一阵子 等风声小一点儿之后 我们再回来 周福提议道 好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就动身 云尔说道 夫妻二人简单地收拾一下 然后大门一锁 趁着夜色出了阵子 直奔武善人家而去 到了第二天傍晚 才到了武善人家 武善人夫妻俩一见周福来了 非常高兴 得知他已经娶了媳妇 更是喜上眉梢 武善人听闻情况以后 对周福说道 孩子 你就放心在这儿住着 等风声过了再走 周福点头答应 他原来就想 等过年的时候 带着云尔来看爷爷 既然赶上了这事儿 就在这儿安心住一段时间吧 于是 每天陪着爷爷喝喝茶 去田里散散步 这样的日子过起来很惬意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夫妻二人觉得应该没事儿了 总住在爷爷这儿也不方便 于是准备回去 临走之时 周福又给爷爷留下了一些银子 嘱咐他照顾好自己 当夫妻二人过石虎山的时候 突然从密林中窜出好几个人 云尔仔细一看 那为首的人他认识 正是王帝主的亲侄子王乡 原来王霄也是一个木匠 他早就看中了周福的木匠铺 自从知道云尔嫁给周福之后 他就主动请婴 帮王帝主捉拿云尔 那晚 他们本想派人去结果了周福 然后把云尔抢回来 不料却没有找到人 王霄不死心 第二天一早 他用亲自带人来到寿财铺 却发现大门紧锁 他猜想周福和小云 肯定躲到了武善人家 这石虎山是他们回家的必经之路 所以王霄带了足够的水和干粮 日夜在此蹲守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今日终于等到了他们 赶紧束手就擒 看你们还想往哪儿跑 给我上 王霄说道 其他几人一听 赶紧上前去抓云尔 周福一见 把云尔护在了身后 王霄一看就来了气 过去就给了周福一拳 周福被打得鼻子直流血 还没来得及还手 就被众人摁到了地上 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给我把他丢下山崖去围廊 王霄吩咐道 众人一听 抬起周福就走 完全不顾云尔的大喊大叫 他们来到悬崖边 直接将周福扔下了山崖 周福 云尔大叫一声 晕了过去 周福在坠崖的瞬间 感觉身体急速下沉 后来却突然感觉到有东西拖住他 又把他送到了山崖之上 可是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周大哥 你先回家去等着 我去救云尔 周福一听 正是阿子的声音 他连忙点头称是 匆匆地下山而去 当云尔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被五花大绑 网地主正色咪咪地看着他 见云尔醒来 网地主说道 小美人 可想死我了 只可惜让周福那小子占了便宜 求求你 放了我吧 云尔哀求道 放了你 门儿都没有 你是我花钱买的丫头 怎么能便宜别人 王地主说完 就动手解开绳子 一口牵了下去 阿 只见王地主大叫一声 从云尔身上站了起来 嘴唇直流鲜血 你这个小贱人 竟敢咬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王地主狠狠地说 随后 他拿起一条鞭子 对着云尔就抽了下去 打得云尔大声惨叫 正当他想打第二下的时候 这鞭子竟然自己飞了起来 对着王地主就是一顿狠打 打得他哭爹喊娘 赶紧向外面逃跑 鞭子却紧追不舍 王地主一下子跌倒 磕在了院子里的墨盘上 顿时头破血流 瞬间没有了气息 吓得众人躲到一边不敢动 不晓得鞭子为什么会自己打人 正在这个时候 地主的侄子王霄来了 见地主倒在地上 头上都是鲜血 赶紧去扶他 就在此时 那条鞭子又朝王霄飞过去 不断地抽打他的身体 王霄赶紧起身躲闪 毕竟因为年轻力胀 竟然躲过了鞭子的袭击 那鞭子好像发怒了 直接缠住了王霄的脖子 越来越紧 憋得他满脸通红 喘不过气来 最后直接栽倒在地 也一命呜呼了 此时 云儿还在床上瑟瑟发抖 云儿 闭上眼睛 我带你回家 云儿耳边传来一个声音 他一听就知道是阿子 赶紧闭上了双眼 只是片刻功夫 就来到了寿财铺门前 云儿赶紧推门进去 却发现周福并没有死 正在家里等他回来呢 夫妻二人一见面 紧紧地拥在了一起 坏人都已死 你们放心过日子吧 如今 我也该脱胎去了 屋内又响起了阿子的声音 夫妻二人赶紧跪倒在 对着屋外拜了三拜 从此以后 寿财铺再也没出现祸事 周福依然谨遵师父的教会 实实在在地做生意 一年之后 云儿生了一个女儿 非常漂亮 夫妻俩给她起名叫念子 寓意感激思念阿子 此等恩情定要铭记一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